这个女儿呢很心疼妈妈现在要誓言要替她呢找出凶手 这高雄市有一位太太 她疑似是要闪路边这个围停的货车 结果她摔车不幸身亡了 女儿为了要替妈妈弃凶 那么一边帮妈妈办丧事 还自己办起了柯南到处查访调阅监视器 很不容易找到了画面了 发现摔车的过程啊 其实是被围停的货车挡住了 然后妈妈摔车然后又被压死了吗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吗 那么凶手到底是不是应该是另有其人 但是呢讲到这个货车司机 她自己本身围停呢 也被依照了业务过失罪来这个致死的罪嫌移送 监视器画面中一辆货车围停在五金百货行前准备卸货 这时另一辆轿车经过 妇人为了闪避围停货车骑到快车道被撞倒地 妈妈的确是被人查状的 我终于找到了 就在那个凌晨三点多 我们就接到医院的来电说 妈妈可能情况很不好不行了 张小姐情绪激动认为货车围停就是造势主因 我现在没有时间让我难过 我必须要头脑很清楚来还原当时到底是什么事 为了替妈妈气凶张小姐忍着少梦之痛 一面半伤事还一面半柯南找监视器 但唯一拍到摔车过程的监视器竟然被围停的货车挡住了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唯一的妈妈 是不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必须要给妈妈一个交代 由于监视器没有拍下摔车过程 加上没有目击者 家属至今还找不到造势元凶 警方根据监视器先查扣围停货车财政 违规停车的货车司机 也被应业务过失致使罪先移送法办 追求林正宜黄佩如高雄报道